說到這個綜藝生案 一樣是沒有進展 立法院長韓國瑜 今天又在調查條約協商 這重點有關是原住民的 禁法補充 若立北有關堅持本地立場 行政院主席長 單索主席強調 會改變原住民禁法補充 不過是沒有說出到完整的方案 最后是協商破局 韓國瑜蔡希致時又在討論 也希望這段期間的 這個主席長 民禁道中央政務中有選 繼續下關 行政院長到英台二十晚上 在民政法院 他餐廳點菜 比如貼押協商中有選 沒了一句餐廳也會等 過去中央看出去 然後一起重新過來 他們去掛自己想是晚上是多久 韓國瑜有好的開始 大家要互相各退一步 惡力不可開 此力開 往後接踵而來的 像目前已經好幾個蠢蠢欲動 擺在面前的很多的法案 都是完全破壞國家財政紀律的 那我萬萬不得接受 天氣憲法徵修條文 副護行政立法制行記者 都會調查全體立委三分之議長連署 對國會提出不信任案 經過全體立委 兩分之議長贊成 行政議長都要在十一來十一 還有當時頂請總統改善國會 民憲議長跟國瑜理 還有一層調節調押 協助總預算 困難點也會在原住民 競爭補充 會中主議長 打應可以為總預算 還是基金支援 不管是從總預算來支援 還是由基金來支援 將來這個經會有不敷的部門 我們在一百一十五年度 來協助來補充 如果北東團幹部 都維持國主管本的日常民進黨 還有一出表示 法律上要合憑合規 用二十六億擋下三兆總預算 用五萬原民的社會地主的權益 來凌駕兩千三百五十萬 國人的總預算的需求 我想今天就主要是 卓院長他整體的態度跟政策 原住民不是來這裡 求得各位的執政民進黨的施捨 剛剛主議長的發言 讓我覺得很困惑 他好像有個白寶箱 裡面工具很多 原來可以這樣處理 可以那樣處理 之前卓榮他是鐵板一塊 丟下小兄經過兩點鐘 有萬無共識 韓國禄財事 歷史又繼續 這三集希望主議長和共同團 蘇貝學拜會溝通 取出共識 記者總共報道 詞曲 李宗盛